这边就是我老爸住的地方 我们在1990年搬家到这个房子 我当时七岁 我零半年离开到中国以后 我老爸把很多我小时候的东西 全部放到这个大陆的地下室 一个很黑很恐怖的地方 我们今天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宝藏 我小的时候最害怕来到这里 其实我现在都觉得恐怖 哇塞好乱 天哪 这个我也要拿上来 对这个 我很久没有见到那些东西 我要哭啊 这是我的第一本中文书 1997年买的 我估计所有学习过中文的法国人 都知道这本书 我们这边叫它小黄书 你们看看一节课 中国大吗 中国很大 日本大吗 日本不大 很小 不骗你啊 真的是第一节课 你看 法国人学中文 很多人第一节课以后就放弃了 所以很多法国人就会说 中国很大 日本很小 我是全部学习了 不容易啊 真的是个宝藏 哎呦这个 我小时候一直会写漫画书 每个周末可能人家去踢足球啊 打篮球啊 我就会在家里画画 我会画很多很多故事 这个全部是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全部都是我画的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画 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这样画 老了 我现在就拍视频啊 这就是一些很老的照片 1985年 天哪 我妈妈很美对吗 而且那时很发生 你们不要评论 怎么会生这么丑的儿子呢 嗯 哦 哈哈 这个是我 可爱吗 我爸爸很年轻的时候 我的舅舅 你们唱次视频里面看过的 你好 老了一点点 我的外婆 我的姐姐比我大五岁 我们小时候 她一直会保护我 这是四十年前的法国 你们懂是在中国怎么样 啊 哈哈 我的三岁生日 下一个宝藏是最珍贵的 我儿子看到这个视频就会疯掉了 我小的时候 是Simpsons 这个美国动画片的超大粉丝 我花了五六年收藏很多Simpsons的玩具 人物啊 环境啊 都是特别嬉笑的 来 我们去看一下 好累啊 Made in China 喔喔喔 喔喔 好了,今天就只有几个宝宗 你觉得哪一个最珍贵呢? 你可以评论一下 别忘记点个赞和关注哦